今次各股推介是比瓦迪1211 經濟日報的投資業話組簡選原因是 商務部等多個部門發佈鼓勵汽車消費措施 強調支持新能源汽車購買使用 預料準一步促進銷售 比瓦迪是新能源車的行業首選 比瓦迪以生產電池起家 並且自行研發安全性續航能力等 全面提升刀片電池 供應鏈優勢明顯 5月份已近135,000部的銷量 維居外地新能源車行業第一 按年增長3.1倍 今年頭6個月計 比瓦迪以648,000部的成績超越Tesla 成為全球新能源車銷售冠軍 新車營物集上市 助力比瓦迪銷量高增長 過去5個月公司已向市場投放多款車營 比瓦迪預期今年總銷量會達到150萬部 在供應鏈良好的情況下 甚至有望衝擊200萬部 按全年150萬部銷量預期 比瓦迪上半年完成全年銷售目標4.3倍 股價紮勢方面 比瓦迪呈現一浪高於一浪的趨勢發展 短期有望突破向上 策略上已經持貨的話可以繼續持有 並且可以設止賺位大約286元 如果跌穿可以考慮止賺所定利潤 中期目標360元 未有貨的話可以310元級 跌穿286元就減遲 比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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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